都說食在廣州 但如果你想在廣州找個地方 可以實現大江南北美食 你會覺得是哪裏呢? 我是無倫的貓 今期節目 我們選了廣州最具代表性之一的城中村 石牌村 就用美食的角度 了解一下村中人的生活現狀 嘗片百味廣州 相信很多人都熟知這條城中村 但未必真正踏足過 而這裏究竟隱藏著甚麼美食呢? 今天帶大家一起去看一看 第一間有十多棟樓收租的鴨仔飯 之前我也是在新聞上看過的 那現在去試試吧 經過他雙手收拾裝飾過的鴨仔 又會產生甚麼微微反應呢? 老闆見我們對於各種菜式搭配無從樂手 就直接推介了 不如斬鴨 斬粉腸就是啦 剛剛本來是想來吃鴨仔飯 但來到兩個人不知道怎樣 就推薦我們 直接去青蟲鴨仔飯加這個粉腸 我覺得這裏就很人性化 兩個人其實和你單點快差不多 哇 它的燜雞也挺多 鴨仔肉油潤酥香 鴨味明顯 但又不至於酥味過重 點上豉油辣椒醬 非常之惹味 皮好漂亮 因為它斬的是後半邊 所以我覺得腿肉是滑一點的 裡面真的有很多粉的粉腸 你看 因為我很喜歡吃粉腸 但總是咬不咬我 整塊吞下去 而且粉洗得太乾淨會沒有粉 它是有粉的 辣椒醬油不會很辣 是廣東人的辣 一口肉 一口飯 一口粉腸 說這麼快就吃完了 吃完這個鴨仔飯 好奇問了老闆幾個問題 放開了多少年? 是啊 對面的鴨十幾年 現在在對面 現在是中國的 前幾年在網上見到你 跟你現在的樣子一模一樣 這幾年沒有變化 是 沒有那麼多東西想到 在我們跟老闆聊天的時候 也不停有其他客人進來吃東西 好了 現在吃完出來 已經兩點鐘了 裡面還是很多人來吃 所以就不要妨礙他們 我們去下一間吧 在鴨仔飯旁邊 就有一間化粥糖水 提到化粥 講起吉雄 鴨仔飯旁邊 但是化粥糖水又有什麼不同呢? 看到裡面買的款式 都是比較熟悉的月式糖水 點了兩份現在比較少見的 紅棗白俠 還有木瓜西米海底贏 喵 喵喵 我覺得真的很大碗 跟外面幾十塊的都差不多 很甜 是它本身的甜味 如果我在歧南大學讀書的時候 我一定經常來吃 我們採訪一下化粥的貓 你有什麼話要說嗎? 不要咬我的鞋子 李采嬌的化粥話怎麼說 李采嬌也不是化粥 那你正宗說一次給我們聽聽 要說什麼呢? 李采嬌這三個字 李采嬌 化粥糖水真是正 你又懂不懂說這句的化粥話呢? 吃完糖水摸完貓貓 繼續村街走行 路過一條寫著葵星園的行仔 原來裡面是石牌村的董事鍾池 吃大茶飯 這些村裡吃飯就是這樣 放這麼多位置 阿叔我想問一下 這裡這麼漂亮 今晚有什麼吃? 龍船那些 龍船不是贏了嗎? 不是贏了是輸了 最後數第二、第三 你可以進去草莊 我可以帶你去 真的嗎? 我帶你去 不是吧? 阿伯帶我們進去參觀石牌村的池塘 我沒有進過去 這裡就是我們的董事鍾池里頭 這麼大的? 是啊 五百年前我們就來這裡 我第一次來池塘這些地方 裡面挺好景 真是這麼古色古香 2022東奧運會開幕式龍頭 我第一次來到這些大場面 來到現場都覺得很震撼 有什麼樣子? 超都圍 我覺得阿叔很搞笑 好試擠 叔,我們走了 拜拜 好,謝謝你阿叔 剛剛阿叔還跟我科普了一下 他說新日牌村是四個姓 就是池、董、潘、塵 又帶錢進來袋 不知不覺到了晚上六點半 想來吃這間腸粉 是潮山腸粉 要這個肉蛋加海鮮 試一下他跟藍武吃的有什麼不同 見到牆上擺著獎杯、獎牌 忍不住問老闆開了多少年 我去的這家 我去的二十多年了 哇 來,來這裡 一年有 像年輕人啊 回家啊 茂叔 到廣東那邊 一個賺我二十八塊 你在這裡才十塊 請說 開玩笑完啊 這個十多塊 有人說到 有,很多 我又起來了 結果看我傻了 一塊錢一個 啊 我在家賣了一個十塊錢 沒有輸於十塊錢的 我又做個中午 往上就沒做 味道跟在汕頭吃的一模一樣 而且才是十元就這麼大碟 有肉、有蛋、有蠔、有蝦 真是便宜過我在南澳吃啊 其實發現呢 石牌這裡 都真的很多潮汕食 有腸粉、有果條 還有豬腳飯 都是一些便宜、美食 剛剛就試完潮汕腸粉 現在可以試了一個竹 深夜魚竹 穿過橫街窄巷 來到石牌東路這邊 這邊的食肆選擇也很多 為什麼它叫深夜魚竹呢 是因為它是晚上六點才開 開到凌晨兩點的 要一個炒上魚竹 要一個深夜魚竹 我想知道你們一天 大概賣紫環了 要上班吧 現上現下一點 哦 拆了快兩天 為什麼會等到炒上魚竹 只會做一隻 怪不得老闆這麼大隻 每天都在這樣啊 我都大隻啦 跟老闆聊天的時候 覺得老闆娘很親切、很溫柔 對著老闆都是叫哥哥的 沒吃粥之前就吃了一口狗糧了 等了幾分鐘 兩壺粥也是上桌了 你看看真的很大碗 對比一下手 這麼大 而且它很高的 這個碗是這麼高的 我覺得它很多肉 有客 都有蠔子的海鮮粥 好啦 那就看看我這碗蠔仔粥 有多不多蠔仔粥 都多的 都多的 真的是蠔仔的鮮味 是很淡的 你可以感覺到它沒有加重油、重鹽、重味精 我也是很適合廣東人的口味 都是傳統的蠔潮傘粥的做法 湯還湯、水還水、米還米 我要學這個叫做 湯 不理了 我要吃了 拜拜 話說拜託吃完粥料的潮傘粥 飽了 再吃多一間 在剛剛的潮傘粥附近 就有這間溫時 我都收藏了很久 之前吃完奧媽咖式燒料 和地攤燒料的時候 都有想過來這裡吃了 剛剛今天不用特意來 已經到了 那就已經點了幾吋了 哇 等到我花都正 終於就上了 最期待就是這個雞蹄燈 那它這裡是真的熟一點的 你看 真是很爆漿 雞子又重了 我都沒吃過 一直都很想試一起點 味道就沒什麼特別 吃起來有點像蛋白 那這一串呢 它說是包著提子的 跟上次我們去吃那個地攤的 包姑娘說 賣相都是差不多 挺好吃的 寫生是酸酸甜甜的 而且它整個東西都很juicy 跟著就是這一串雞心 都是很大顆 還有這個雞尾 一二三四九粒 就是一些雞油的味道 還有叫做一串無筍 反而那個雞子沒有想像中那麼好吃 我覺得就普普通通 雞子是最貴的 它這裡要30元一串 總體來說都不是說今天味 但是如果經過附近 想吃一串燒料 跟朋友聊聊天 坐坐 都是ok 不錯的 吃完最後這間燒料 又結束了閒閒吃吃的一天 第一次搭足城中村 見識到不見天日的冷行 高低坐落商戶緊貼的樓房 還有恆色沖沖的行人 和外賣哥哥 正因為這裡的居住 消費成本低廉 地段優越 令石牌村有著獨特的優勢 成為了不少廣漂一族的落的點 但是城市需要發展 我們沒辦法估計 石牌村何時會迎來改造 但是對我來說 用拍片去紀錄多下 借著美食了解生活的城市 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如果這期片 可以令你更加了解廣州這個城市 就不要忘記點讚支持 或者你有什麼有趣的城中村經歷 也可以在評論分享下 我是無雷的貓 下次見 拜拜